會著力清理全港600多個衛生和街道管理的黑點 榜上有名的663個衛生黑點 以大埔區最多有133個 排第二的九龍城區就有87個 中西區和北區分別排第三第四 各有65個和62個黑點 爆尾的南區就最乾淨有9個黑點 部分地區的衛生問題相當有地區特色 例如北區有大量為例停泊單車的黑點 大埔由於涉及市區、郊區和鄉村地區 涵蓋多種問題 例如沿岸環境的衛生 為例停泊單車、蚊幻、店舖左階等等 中西區有相當獨特的9份衛生問題 同時亦是惹了聚集的黑點 若二數量計算 蚊幻集中在離島和大埔區 鼠幻集中在九龍城區 今次政府將衛生問題分為27類 除了蚊幻、鼠幻、店舖左階、冷氣機滴水 這幾類常見的問題 近岸海藏垃圾堆積 路邊商業推廣攤位 非法白佔官地 亦都被納入需要處理